圣日寻方似水滨 无边光景亦识心 等贤时得东风念 是万子千红 总是春 宋人诸曦 写的一首春日 为什么要念这首诗当定场诗呢 两个理由 一个理由是应诗当令 春天来了 尤其今天这天啊 又格外的暖和 再一个呢 刚才也是偶尔触发 就是阅波老师啊 拿了把扇子 摊的是每到这个时候呢 就盘扇子 他们家也扇子太多 每回拿呢 是挑着呢 拿的不重样 今天拿这把 我一看 好 我们有位书法家 叫淳一先生 给他写的 这个 两首诗 我一瞧 这正好有一首 其中一首就是这个 春日 本来正发愁 今天拿什么当定场诗呢 你瞧 这合适 应诗当令 所以说呢 就用这首 朱熹的春日 当定场诗 这是一首名诗 尤其最后这两句 等闲诗得 东风面万子 千红总是春 确实 应诗当令 而且呀 景致特别的优美 故事说呢 这也是千古流传 闲言少叙 书归正文 经中说月 给您说到第九十一回了 上礼拜 这段书 小节目叫 月云出世 大闹月家庄 月飞 尚在英年 月云都出来了 小小年纪 一十三岁 为保自己的月家庄 走马之间 连臂两元金将 这两元将不含糊 一个是小元帅 薛烈花豹 一个是牙将张兆奴 那在大金的人马之中 也排得上 数得着 没想到 来到河南向州 汤银县月家庄 被月云呢 两河未走 一人不到一个照面 垂震 薛烈花豹 垂臂张兆奴 双双丧命 当然 不是说月云的能耐 就特别特别大 真到说一个回合 就利弊金将那地步 也不都是 这里面很大的因素 各位 是两元金将太轻敌了 欺负月云呢 岁儿太小 十三岁 胎毛未退 乳秀未干 是个孩子 拿的不当回事 手里看着这对锤 挺唬人 叫雷骨蹦金锤 万一跟齐国远似的呢 是不是 万一是空谈的呢 哎 俩人抱着这侥幸之心了 那打着 好 也没想到月云下手 这么快 这么狠 先打死薛烈花豹 后打死张兆奴 好 那当时金兵可就乱了 战以气胜 各位 月云这两战得胜 月云带了多少人 带了一百家将 金兵多少人 金兵五千人 按说是重寡悬殊 可有意见 月云这两战一得胜 连月的这些家将 全都望上提气 那真可以说是 以一当十了 以一当十都不成 以一当五十 这下双方 就一样了 五千对五千了 话是那么说 那毕竟一百家将人少点 月云一马当先 杀入金兵队中 打了交手仗 要真这一百人 打这五千金兵 赢是肯定赢 但势必得有跑的 不可能五千金兵啊 全都全军覆没 那不可能 这时候来了 旧应的人马了 向州节度时 刘光氏留的人得报了 说有金兵 争搅月家庄 刘光氏不敢怠慢 点齐人马 有打向州城出来 奔月家庄来了 正赶上金兵往下办 刘光氏带的人 可是正规军 那是向州的人马 而且刘光氏这个人 也是忠臣 整日里操练人马 就是为了 抵御金帮 怕大金的人马 来侵犯向州 故事说这些人 好平时敬恋了 今天真上阵临敌了 金兵又往下败 您想这宋军 人人奋勇 各个争先 当头这一阵截杀 连月云带刘光氏 带这一百家将 带这几千宋军 开了杀戒 说月全传 原文上写 杀得尽绝 未曾走了一个 五千人 加上那俩 当头的已经死了 那俩 五千零二个人 一个没跑了 而且一个投降的没有 一个受伤的没有 全完 您说说 这战争的威力得有多大 就这些人 硬把五千金兵 杀了个全军覆没 全都杀完了 实在没得杀了 不过瘾 你想这些宋军天天练 到这就杀这么点人 觉得不痛 那怎么办 那也没辙 干脆 掩埋尸身 也不能让这些人 这尸首全都荒郊野外 这全都露天着 也不成 挖坑 把这尸首埋了 军器资中这些东西 那自然归了 刘光氏刘的人 刘的人派人 收拾善后 这些咱们书不细表 刘的人陪着岳云 老少爷俩 回到岳家庄 这时候向州城那中文武 也都得着信了 来给老太太 老夫人押经 道经 这些咱们都不表了 刘的人也回向州了 这边 小岳云可高了性了 年轻气盛 尤其这一仗 一战成功 好 当时 跟奶奶就说了 祖母大人 您看这样 您看我的能耐 也不错 干脆 我呀 上牛头山 帮助我父亲 抵抗金兵 您看怎么样 姚氏老安人一听 云儿 你年岁尚小 这次虽然说 打败了金兵 你武艺不错 可毕竟你刚13岁 这样 再稍等几天 稍等几天 奶奶给你 派几个家将 派着人保护于你 你们一同赶奔牛头山 你看如何呀 岳云一听 当头 就是一瓢凉水 本来 满心的欢喜 要到牛头山 帮兵助阵 让奶奶这一说呀 得 这股兴高采烈的劲 没了 当时岳云也没说什么 回到自己的屋中 岳云心说 嘿嘿 吉京风 撞着曼王中 这是说岳全传原文 八个字 吉京风撞着曼王中 这话怎么讲 这是明清小说里 非常常见的一个俗语 除了说岳 您看三言二拍 什么醒世音源传 等等吧 这些书里都有这句话 什么意思呢 就形容啊 我这边着急 招了忙慌 结果呢 这事办不了 偏偏办事这人呢 慢性子 不着急 所以说叫吉京风啊 撞着曼郎中 那说京风 京风其实啊 就是咱们中医所说的这个 小儿抽搐 哎 这叫京风 要搁着这个中医学的术语讲呢 叫京厥 哎 要搁咱们老百姓俗说呢 就是抽风 抽风实际指的就是京风 在这儿的意思呢 急京风 那就是啊 得了疾病了 就说这得了急症了 刻不容缓 得赶紧找大夫瞧 因为您都知道 小孩要是真是抽搐 啊 京风了 那是很厉害的病 那要真是治疗不及时 就有性命之忧 所以说呀 这也如是 就拿这形容得了疾病了 着急 十万火急 燃眉之急的急事 怎么样呢 偏偏碰着一个 性子慢的大夫 慢郎中 他不着急 哎 他不着急给你治 也不给你下药啊 也不给你扎针 他不着急 他觉得没事 就形容这个过程 叫急京风 撞着慢郎中 岳云这心想 我这奶奶 也太慢性子了 现如今抗金是大事 啊 将场之上厮杀 那转瞬之间 就有性命之忧啊 我这边不着急 不招花 我在这等着 闲着 闲着也是闲着呀 我得去呀 岳云可就打定了主意 各位 打定什么主意 提起笔来 刷刷点点 写下一封书信 写给谁 写给奶奶 叫什么 叫留信而别 我呀 不跟你直接说了 我跟你直接说 我要走 你拦着我 你不让我走 我就真走不了 那与其这样呢 我来个不词而别 这个不词 指的是我不当面向你告词 而是呢 我要写下一封书信的告词 把这封书信写完了 岳云 打点自己的行装 命人牵过自己的马 带过自己的双锤 这些都准备好了 岳云把这封信 他就交给了随身伺候自己的小私 交给一个家将 说了 说了 你等我走之后啊 你再把这封信 还交给太夫人 不得有误 这边 岳云牵着马 离开岳家 岳云前脚走了 后脚这家将不敢怠慢啊 赶紧把这信 可就交给老夫人 老夫人打开这信 一看 岳云说的很清楚 我这要到牛头山 去助我爹爹一臂之力 老太太着急啊 到现在好 就这一孙子啊 这是新肝宝贝啊 这真要有个三长两短 这麻烦了 撒出几个家将去找 那哪找得了 岳云骑着马呢 再者说岳云 又心急如焚 马上加鞭这匹马跑得又快 家将也没找着 按下岳家庄的事 咱们暂且不表 一支笔 咱们单说小将岳云 一路直上打听 牛头山在哪里 牛头山在哪里 书以简洁为妙 四天四夜 偶尔啊 小气一下 吃点东西 喝点水 稍微歇会儿 四天四夜 基本上 叫人不离安 岳云可就来到了牛头山 到了牛头山 岳云这一看就啥了 说月全传原文上写 四面平阳 入木之处 全是荒草 不见一个兵马 一个金兵没有 一个金将没有 全是草 就是这么一座山 呦 岳云可纳了闷了 牛头山呀 难道说 这些金兵金将 都被我爹爹 赶走了不成吗 到我这来了 怎么一日碰不见 这怎么回事 正纳闷 就听这山上 有乔夫砍柴之声 岳云 尤打马上下来 牵着这匹马 顺声音 来到进前 一看呢 是个四十岁上下 这么一个乔夫大哥呀 正在这砍柴 岳云很客气 到进前 这位大哥 跟您打听点事 瞧不抬头看了看 这位小将军 什么事 我跟您打听打听 这儿是不是牛头山 对呀 没错 这儿是牛头山 既是牛头山 这金兵 怎么一个都没有 怎么回事呢 金兵 小将军 有金兵的 那是湖广牛头山 这儿是山东牛头山 这离着 这可不是一星半点的距离 是啊 有金兵的是湖广牛头山 这儿是山东牛头山 岳云 上回书丹说了 到向州节度使 衙门给刘代人问安 听见这么一句 刘代人手下当兵的 跟自己家讲说 你们家大老爷 在牛头山抗击金兵 派牛将军下山催凉 把这鼓打破了 光听这么一句 哪儿的牛头山 不知道 他的一路呢 正好 处理了向州 又是向东北方向而行 他打定牛头山 您说人能不给他指山东牛头山吗 他要往西南走呢 或者往东南走呢 都能往湖广上去 他偏偏往东北上走了 这一来四天四夜 有打河南到了山东 山东牛头山 哎哟 岳云可着急了 说实在的各位 到山东牛头山还不错了 您要知道咱们国家 叫浮原辽阔呀 地儿太大了 您要说 找找这牛头山 搜一搜 反正我搜的结果 整个华夏有十四座牛头山 除了湖广之外 您说吧 湖南湖北 江西 安徽 浙江 江苏 甘肃 陕西 四川 云南 这就十个省了 一共十四个 有的省还有俩 您算吗 多少座牛头山 这要真给他指点一个四川牛头山 云南牛头山 那四天四夜也到不了 这还不错了 给他指点到山东牛头山 哎哟 岳云你看坏了 我走错道了 我得问问 大哥 那我这要往湖广牛头山去 怎么走啊 你到湖广牛头山呢 你还得奔向州 我还回去 河这路我摆走了 非得奔向州 那倒也不是 你要想走大路啊 就得先到向州 哎 有打向州 哎 再奔呢 东南方向去 能上大路 能到湖广牛头山 你要不想奔向州呢 打这 翻山越岭 奔南走 也行 哎 而且呀 从这走啊 还近点 不过呢 不过什么 山路崎岖 这道啊 不好走 你别看 这路相对近点 可能也能提前到 但是呢 山路从杂 赶路的话 不是很方便 哦 好好 谢过这位乔夫大哥 岳云听在耳中 岳云这一琢磨 军务紧急 救兵如救火 这事啊 不能耽搁 再者说了 我要真往向州去 真到向州城了 碰上熟人 好 告诉我奶奶 告诉我妈 告诉刘杰 都使大人 我这就奔不了胡广了 我呀 干脆 不好走 我认了 不走大路 偏走小路 说越全传 原文上起 岳云 静往 小路而来 静 静然往小路而来 放着好好的大路不走 岳云可走了山道 述说简短 岳云呢 叫翻山越岭 连走了几天 单说这一天 正往前行猛然间 跨下这匹马呀 前蹄一转 哭喳 啪下 呦 得亏岳云呢 骑术不错 不然的话 真有可能就有打马上 掉下来 岳云低头的一看 坏了 说越全传 原文上起 这匹马 唠了 标了 那位说这什么意思 唠了 标了 这也是过去 古典小说的 尤其是这演艺小说啊 经常说的一句话 可现在说呢 就是瘦了 减肥了 哎 体重啊 有明显的下降 叫唠了标了 您都知道过去这马 我们形容这马 叫标满肉肥呀 有这么四个字 肉是肥的 标是满的 这马是好马 现在呢 这马唠了标了 瘦了 可就不是好马了 再这一说呢 等岳云下马这一看呢 这匹马呀 累得已然不成了 岳云心想坏了 我还指着这匹马呢 指着这匹马 给我驮到湖广牛头山 我还得闯赢报号 还得打仗呢 现如今这马 已然不行了 这要缓 得缓多少天呢 这不耽误了吗 要早知道这样 我走大路这也到了 岳云心里可着急了 怎么办呢 这马真往这一趴 真起不来了 岳云也没辙呀 坏了 岳云一看 前不招村 后不招地 他走都是山路啊 这我哪找人家去 这马怎么办呢 正在为难之际 猛然间就听一旁啊 传来一阵马丝之声 岳云一听这阵马丝 岳云眼前一亮 听声音能听得出来 这是一匹豪马 岳云呢 顺声音甩脸官桥 哟 就见旁边啊 树林在那 拴着一匹红马 浑身上下 试探相仿 而且最关键的是 安配鲜明 岳云可就明白了 这是一匹战马 而且这匹战马 经过训练 您别看岳云刚出世 那从小啊 父亲留下来的书啊 老师的教导啊 记在心中 包括跟刘光世留的人 也学了不少 一看这匹马 岳云心里就有数了 这是一匹豪马 岳云心说 这可不错 想什么来什么 我这马正不成的 给人 这马送来了 送给谁呢 是不是送给我的呀 岳云叫四下观桥 没人 这么大的岳公子 这时候可起了 际遇之心 按说不应该 你是谁儿子 你是岳飞的儿子 哎 这虽然说这马没主 那你也不能伸手过去就拿 哎 岳云一拙嘛 现在私下里没人 我这马又坏了 干脆 我换他这匹马吧 想到此处啊 岳云可就不由得 迈步往前来 那意思要拽这匹马的这马匠上 自己要骑着这匹马 赶奔湖广牛头山 就在这么个时候 猛然间 就听山岗之上 有人高喊一声 聂冲 而往哪里走 就这一句话 岳云这手缩坏了 先没动这马 回头观看 抬头这一球 就见山岗之上了 有个小孩 看年纪啊 因为离着很远 说具体多的年纪 看不出来 但离着远 大概看 好像跟自己差不多 身高的个头啊 这个岁数啊 似乎差不多 也是这么 十二三十一二 也就这年纪 这孩子怎么样呢 喊着孽畜喊谁呢 感情这孩子 手里 抓着一只狐尾巴 这话呀 是冲着老虎说的 孽畜 而往哪里走 就着这狐尾巴 这狐可是活的 没死 越人一瞧 这孩子呀 够不上上士 我听书听过呀 这个上士达虎怎么样 中士达虎怎么样 下士达虎怎么样 这个上士达虎啊 叫纠乎尔 这个中士达虎呢 叫骑虎辈 这个下士达虎呢 叫纠乎尾 他是下士 说是这么说呀 一小孩 揪着一只活虎的尾巴 这虎 服服帖帖 也不叫唤 也不咬他 有能耐呀 现在哪位 您不能说十一二岁 十二三岁的孩子 您三十一二 四十一二 让您 揪着一只活老虎的尾巴 冲他发威 捏触 而往哪里走 估计没几个人敢这么干吧 当然了 进动物园捡手机那位出外了 那是胆子确实不小 胆子是不小 命也没了 您要说您把他打了也成啊 您正不正不也不成啊 对不对 没那戏 所以说呀 什么事 还得一分为二的看 这孩子呢 可有两下子 十一二十二三 这一孩子揪着虎尾巴 这虎服服帖帖 哎呦 月云一看 虽然说他这下士 这也有两下子 月云这一瞧是个孩子呀 月云本身也是个孩子 十二三的一个孩子 心里边 可就有了玩笑之念 月云也顾不上马了 这匹红马也顾不上 自己这匹马也顾不上 月云往山岗这边 紧走几步 高声喊嚷 哎 那虎是我们家养熟了的 你快还给我 张嘴就来吧 这虎啊 说是他们家养熟了 你得把这虎啊 还给我 呦 山岗上的孩子一听 低头一看 跟自己差不多大 也是个孩子 哦 这孩子还说呢 怪不得今儿我逮这虎 逮得这么容易呢 啊 没费多的力气 原来这虎 是他们家养熟了的 哦 那要照这么说呀 那我还真得还给人家 哎 我别占他的便宜 想到此处 这孩子 看了看月云 哦 是你们家养熟了的 好 我还给你 再看这孩子 不揪这虎尾巴了 往前 身形往前 这一转 左手啊 抄这虎头 右手啊 抄这虎腿 呵 把这虎 可就举起来了 举起来之后 他在山岗上 月云在山岗下 举起这只虎来 尤打山岗上 把这只活虎 可就扔下去了 说越全转 原文上写 各位 这点有个字 专门的一个字 形容这个动作 叫灌 提手边 加一个灌彻的灌 一灌钱 两灌钱的灌 这个字眼很准确 你这说头 说质 说扔 都不如这灌形象 所以你看古人 用这字眼啊 用词很考究 这一定要用这个灌字 这个灌字现在啊 用的很少了 一般来说灌什么呢 灌手榴弹 这个投掷手榴弹呢 咱们现在都说投掷 也有说扔的 这就是口语化 但是真正书面语的叫灌手榴弹 再有一层意思呢 叫灌交 就摔交 两个人摔交 谁把谁摔了 叫灌交 谁会这么写 哎 你要听后人书啊 有一段书叫 燕青打类 哎 叫燕青大战 这个人员 太安州打类 这段书就是摔交 所以说这个是灌 这孩子就是灌 把这虎啊 尤打山岗之上 可就灌奖下来 您琢磨 这孩子力气得多大 一方面说这孩子力气大 再一个方面 尤打山岗上这么高 它是个山岗啊 就算它不恨高 它也是个 比小山坡也得高点吧 从这山岗上 往山岗下扔 您说这虎受得了受不了 这虎呢 要是腰里会跌尽 来个轻功 燕子三潮水啊 鲤鱼打挺啊 拔不敢铲呢 它会这也行 关键它不会 所以说呢 只能游着这孩子 游上往下扔 这一扔好 那不死等什么呢 游打山岗上 扔到山岗下了 这虎也完了 岳云呢 走过来一瞧 这虎已然完了 岳云是暗暗的钦佩 这孩子有力气 这么大一只老虎 游打山岗上能扔下来 关键它 琴的时候这还是只活虎 这虎还往前走 我看见了 哎呦 这孩子有两下子 岳云呢 更想跟他斗了 哎 你把这虎 给我灌死了 这不成 我要的是活虎 不是死虎 这死虎啊 我不要 我还给你 说的话 岳云往前一蹲身形 岳云也把这虎抄起来了 把这虎举在头顶 岳云使劲 往上扔 呜 游打山岗下 岳云把这虎又扔回山岗上 说到这您就明白了 这俩孩子谁劲大 必是岳云劲大 游上往下扔容易 哎 他这劲是顺着的 游下往上扔 这太难了 岳云的两榜履历 还要胜过这孩子 这老虎扔上山岗 扔到这孩子面前了 孩子低头一瞧 他心里也琢磨呀 行啊 呦 在这方圆左右 同龄人之中 我得算剑客身份了 我这能耐大了 十个八个小伙伴 靠不得我进钱呢 呦 今天碰上对手了 看这孩子跟我差不多大呀 难道说 他是老剑客吗 他怎么这么大劲 他能把这虎给我扔上来 这孩子呀 对岳云呢 可就 心里边有点低风 但是呢 一想 别扔了 扔来扔去不是事 我下去跟他说 想到此处呢 这孩子还是顿着这虎尾巴 游打山岗上了 可就下来了 两个人可见了面了 这一见面 岳云抬头这一瞧啊 离着近了 是个红脸的小孩 这轻易也不多见 你看一般来说 咱们中国人 要么白脸 要么黄脸 要么黑脸 这都可以 真长个蓝的脑袋呢 那也有 程小金呢 单雄信呢 那也有 那是少数 再有就是红脸 一瞧这孩子红脸 红脸 和这个 很少见 可这一看呢 确实有股微风劲 岳云呀 也暗自的赞叹 这孩子也打量岳云 一看啊 岳云似乎比自己啊 还高着点 还猛着点 看来他确实比我有劲 方才这一下就看出来了 我说 这虎 真是你们家 对呀 这虎是我们家养熟了的 不知怎么被你抓住了 这不成啊 你抓住你应该还我活的 你把这虎扔死了 这怎么算的 这孩子一听这呀 他已经死了 也没法让他活了 你等等 等我哪天呢 再抓一只活的 再抓一只我赔给你 也就是 岳云一听 这个不成 这虎啊 是我训练多少日子的 也已经训熟了 你再给我一只 陪我一只活虎呢 那也不成 我孩子有训练的功夫 我训练这几年功夫 就白扔了吗 这是精神损失啊 你得赔我务工费 你得赔我训练费 啪啪啪 好 岳云是诚心 拿着孩子开心 这孩子一听 那你说怎么办呢 他虎已然死了 那你说怎么办吧 这样 这虎不是死了吗 你拿个别的东西 陪我怎么样 别的东西 什么东西 那匹马 是不是你的 这小孩一看 是我的 你呀 拿这匹马 抵这虎 你看怎么样 哦 小孩听到这点点头 我说的呢 古人有云呢 啊 养虎长大 虎臂伤人呢 这话说的有道理 谁没事 谁养老虎玩 没人敢养虎 你这一说呀 我明白了 你这成心讹 我这匹马 这虎啊 也不是你养的 你今天就是 看上我这匹马了 你要这匹马 对不对 小孩也聪明 一听岳云这话茬呢 不是为了这虎 是为了自己这匹马 小孩一语可就道破了 岳云一听 哎 话不是那么说呀 这虎被你灌死了 那我就得要你这马呀 我要别的没用 小孩一听 微微一阵冷笑 呵呵呵 好啊 你要我这匹马 倒也不难 好 怎么样 咱俩得比划比划 哎我看见了 那匹马是不是你的 是我的 好 那马上有一对锤 想必是你的兵人 这样 咱们两个人呀 各自上马 比划比划 你要能把我赢了呢 哎我这匹马 就送给你 你要赢不了我 嘿嘿 对不起 咱们呀 各走各的路 你走你的阳关道 我走我的独木桥 咱们井水 不犯河水 呵 岳云一听 行啊 那要照这么说 咱就照亮照亮 再看岳云 望回来 这时候各位啊 岳云这匹马呀 可也就起来了 有这么会儿的功夫呢 岳云这匹马 找青草啊 找水啊 哎 连吃带喝 这体力可就缓上来了 岳云呢 班杆任凳 城化雕安 把掌中的双锤左右一分 再看这小孩 这匹红马之上 没有兵刃 刚才咱说了 这匹马安颤 搅环鲜明 我可没说 这匹马上挂着兵刃 那他这兵刃在哪呢 在旁边的青草坑里 这孩子 到青草坑里 这一捞 捞出一口青龙雁月道来 说到这儿 您各位多少 也就明白点什么了 对 青龙雁月道 可不是一般人使得了的 一拿起这口 青龙刀 月云一敲 悠 月云也有点犯愣 怎么 红马 红脸 青龙刀 悠 月云心说 想不到我这 刚一出事 就碰成个硬叉子 好 来来 两个人啊 也没通名报姓 好 二马相交 一个青龙刀 一个掌中 一对金锤 两个人是站在一处 等这孩子把这口刀一施展开来 月云知道啊 父亲留下了兵书战策呀 当初老周同给的 当初黎泉山知名长老给的 都有啊 月云这一看 按条大指 使得非别 叫八路春秋刀 这孩子了不得 青龙刀 八路春秋刀 小孩一使这春秋刀 月云认识 哟 一琢磨 这孩子能耐大了 打起精神 两个人这一打 说月全转原文上写 打了五十个回合 不分胜负 月云这能耐也不错 这小孩的能耐也不含糊 这一来杀了个平分秋色 五十个回合一过 再看这孩子 搏砖码头跳出圈外 给打了 难道说你切战不成 不是 你看 太阳一言望西转 西洋西下 我呀 饿了 我得回家吃饭去 咱们俩呀 明天再打 月云一听 你回家吃饭去了 我怎么办 哎 这个不成 明天再打 你明天要是不来 怎么办 我既然说来 我肯定来 大丈夫叫言而有信 别说那 你来不来呀 光说没用 你得给我留下点忙 哦 还得留点证物 你说要什么 你把这匹马 给我留下来吧 嘿 这孩子一听 你死活 你就是看上我这匹马了 不成 哦 我把这马留下了 你骑着我这马跑了 我明天来 我找谁去 元云一听 这孩子还挺聪明 那你说怎么办 这样 我给你留点东西 我呀 把我这口青龙咽月刀 给你留下 你看怎么样 元云一听这道成 为什么 一个这兵器也少 再这一说 大将者 那兵器不能离手 他既然敢把这兵器留在这 他明天肯定得来 好吧 月云可就点了头了 这小孩呢 把青龙咽月刀留下 死虎也不要 小孩骑着马 回家了 不说小孩 单说月云 月云一瞧 等着吧 想要人这匹马 那得明天再打呀 我得使点绝招 明天好赢人家 月云得琢磨 月云呢 把青龙咽月刀往旁边一放 自己的双锤也放在旁边 月云靠着一棵树 在这坐着 刚才就说了 夕阳夕下了 等月云再想点事 好 太阳可就已然落山了 天可就全黑了 月云呢 打了一天 又十分的困倦 靠着这些树啊 月云不由得 叫沉沉睡去 睡到什么时候 定惊天 哥现代话说 晚上八九点钟了 你要知道 半夜三更啊 是十一点到一点 凌晨紫时嘛 那是半夜三更 往后推两更次呢 就是四更五更 往前推两更次呢 就是定更二更 所以定更是七点到九点 二更是九点到十一点 然后再往后这么推 哥现代说八九点钟 不算什么 但你得想那是过去 古人呢 到晚上没得干了 那就是睡觉 所以月云这一觉 睡到定更天 冻醒了 冷啊 您想 这山里 又是树林子 太阳又没有 好 把月云啊 给冻醒了 月云冻醒 一瞧坏了 这儿也没背 我没入子 我拿什么取暖呢 呦 月云站起来 私下里那一取 哎 这虎不错 干脆 我也顾不得 什么星骚恶臭 我呀 为了睡觉 别着凉 我明天好跟小孩打呀 我呀 拿这虎取暖 想到此处 月云把这虎 可就蹬过来了 靠着这树 月云往这一坐 把这虎往身上一盖 喝 天然的虎皮大衣 这叫这叫一暖和 月云呢 睡得这叫一个星 天到二更 这村里呀 这村里呀 有个老园外 到邻村呢 串门回来 带着几个家丁 手里挑着灯笼 那意思呢 望家奔 天色已然晚了 二更天了 正这走着呢 家丁眼尖 猛下 呦 园外 不好了 有老虎吃人呢 啊 老园外 这一听 老虎吃人 那还了得 这老园外 有两下子 练过舞 老园外 不怕老虎 挑灯笼 倒进前一看 什么老虎吃人 你们这眼神啊 特意的不济了 这是一只死虎 这不一孩子 在这睡觉呢 家丁过去 哦 离这老远看 就跟老虎吃人一样 这老园外 得问问 这谁家的孩子 怎么在这睡觉 老园外 可就把岳公子唤醒 这一问 岳云这一报名 不得要紧 老园外 把岳公子 让到自己装上 这叫大水 冲了龙王庙 一家人不认 岳一家人 岳云 到牛头山 闯赢报号 大战金无珠 谢谢各位 咱们下回 再说